老年人膝盖痛,这几个方法让你远离膝盖痛。 膝盖为什么会痛?膝盖痛了该怎么办? 运动真的伤膝盖吗?运动后膝盖痛了该怎么办? 想解决膝盖痛的问题,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膝盖会痛。 现如今,人们参与各种体育运动的意识越来越强,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也加入其中。 然而,在锻炼的同时,运动损伤风险也随之增加。 这是因为很多人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依然存在很多盲区, 对很多理解也有所偏差。 根据各种体育运动和锻炼活动对骨关节的撞击和扭力负荷的程度, 可以将它们的强度分为三类。 低强度,休闲式游泳、划船、划雪、健身操、高尔夫球、散步、交际舞或水中有氧运动。 中强度,保龄球、基建、骑自行车、划船、划冰、攀岩、网球双打、爵士舞和芭蕾舞。 有氧运动,举重、翻船运动、快步走、乒乓球、滑艇运动、野外远足、骑马。 高强度,棒球、垒球、篮球、排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手球、臂球、网球单打、跑步、长取棍球、滑水、空手道。 也因为这样运动损伤发生率很高,特别是有跳跃动作的运动。 不过,在一般的运动中,如果关节没有受到意外的创伤,例如摔伤、撞伤,是达不到这么大的损伤的。 一般人的态度都是避免看病,除非真的有必要。 例如跳伞运动,很多跳伞原因为硬着路受伤。 然而,很多人都不会当一回事,以为痛楚几天后就没事了。 因此,即使在膝盖受伤,例如跌倒时膝盖着地或扭伤膝盖之后,只要还能继续行走或脖行,很多人都不会就医治疗。 却不知道这受伤的部位,一旦发炎,可能会引致疼痛、僵硬和红肿,而落下后遗症。 估计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就是因为运动,所以膝盖才会受伤。 膝盖受伤发炎,虽然没有生命危险,但会影响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。 也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。 开始时,通常疼痛症状潜伏不明显,然后经过多年的缓慢积累后,出现反复发作的疼痛,和膝关节肿胀形成不良循环。 那么,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膝盖会痛,要怎么办呢? 其实对抗疼痛,先要解决关节发炎,以免导致病情恶化。 特别是在中老年人,膝关节一旦发炎,疼痛就愈发严重。 关节出现了肿胀,还出现内部肌液。 某些职业劳动,剧烈运动,损伤,可使关节形成过度的压力。 它可促使软骨细胞发生退形性变化。 而退变的细胞又使机质合成减少,更加剧软骨细胞的破坏,形成不良循环或致残。 那么,既然知道了引起膝关节疼痛的原因是什么,那又怎么办呢? 权威特级关节活素,是一种为了用于防治关节发炎,缓解关节酸痛的组合物。 特级关节活素有助于缓解骨关节之发炎疼痛、僵硬、肿胀、腰酸背痛、修复关节损伤、减轻关节炎症和疼痛,减少关节软骨的破坏,比关节活素有更明显的抗炎、震痛和抗痛风作用。 为了加强对抗关节的发炎,特级关节活素在关节活素原有的配方上,增加透明质酸与壳聚糖。 透明质酸是人体系关节中天然润滑液液的组分之一。 透明质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骨关节中的浓度和分子量降低,因此影响其作为关节减震、润滑等功能。 可聚糖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生物相容性、骨传导率、生物降解性和吸附性能,被认为是治疗骨缺损的理想材料。 保水性能很好,几乎可以透明质酸相当持续保湿作用,有助于减轻疼痛、保护关节软骨、预防关节粘连,促进滑膜细胞的分泌滑液、润滑、减震和滋养膝关节作用。 达到减轻疼痛、改善关节功能的效果。 特级关节活素具有很好的防治效果,能够实现保健治疗的双重功效。 瓊威特级关节活素现已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。 询问电话6562-5526,6562-5526。